因為地層發動 發生的新農村 這棟農路因為當年來不斷的招牌 路已經斷掉了沒辦法通行 屬實上 這棟影響社區通往北南山入道路 處處可見因為招牌 道路適合必須的現象 盡控警察嚴重要北南這個面貨 本來是比堂比較高 結果這次已經 找到比堂比較多了 因為招牌嚴重 這棟村變成了侵協屋 住戶已經不敢住在裡面 同樣因為當年早上幫我北上去 土下民 拚都必須不要說 像這貴民拚外國變形 不管怎麼報都不好 既然曾經孫區上官單位協助 但一直沒有在中心 如今又聽說開路工廳 要在這棟村位置一條牌 他們是警察煩惱 他們是警察煩惱 也供在表達反對 不行 不行 喂 不行 對啊 我們這裡的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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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暫時還追完 那下去我們就不需要吃 從事實際地盤之後 土石鬆軟 所以漸漸都發動的跡象 越來越嚴重 所以說如果 管政府如果在這裡做一個 砂石專用道的隧道 會加速於發動的速度 會影響到我們這裡 住戶的生命和財產的安全 傳媒表示 他們都知道這棟甩幅不安全 年輕人早就都離開了 老花的人沒地方去 也只好繼續在這裡住 只是他們煩惱 如果放空真的外來 可能他們年最後一個大的地方 也會住不住了 接著王朝聖彩虹報道